特伦特幽灵频道的探险队员 经常会去探索英国境内的闹鬼地点 在2022年的5月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一片更为惊悚的地方 Zither Harp The church grounds date back to the 1400s and just yards away there lies a field where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slaughtered as they tried to flee across the river Trent during the infamous last battle of the Wars of the Roses I thought I heard someone say shhh but I can't be 100% sure It's hard when you're outside isn't it because there's other noises That definitely sounded female though didn't it Thank you for that So you're willing to talk to us then and communicate That's good 在刚刚的画面里出现了一个很不和谐的东西 不知道你看没看到 那东西好像是从墓碑里出来的 一个非常喜欢超自然探险的国主在开车的途中 遇到了一间废弃的王子 这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也没做什么准备 他拿着意识仪就走了进去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很容易就错过了 奇怪的地方在这里 拨住刚刚进门 可墙面上的 在1923年的9月1日 日本关东地区 发生了大规模的地震 导致了许多人员伤亡 这也引发了民众的混乱 和社会的动荡 为了挽回这一局面 在4日各地开始戒严 许多村子组织了自己的民团 来平复社会上出现的混乱局面 在9月6日 由15人组成的一个商贩队伍 打算前往群马县 贩卖药品 但在途经日本千叶县福田村的时候 与当地的民团发生了纠纷 然后就发生了非常惨烈的事情 15人中有10人失去了生命 其中有3名为儿童 还有一名孕妇 和他腹中的胎儿 这就是历史上 著名的福田村事件 在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 是不是有一种 毛骨悚然的感觉呢 没错 今天黑城频道的博主 就是要给我们带来 这样的感觉 他在2022年的9月 抵达了这里 他想调查一下 曾经那些死去之人的鬼魂 还在不在了 还有叫做 去到这边门 打了 出国人来说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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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取口 谷歌 女性も男性も酷いするな 多分あっちがもう因果なんですよね 被害者の smt が 流されたという金향が 向こうに要るんですよ だから結構空気も冷たいな そういうのもあるのかな わからないけど 快速回到 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呢 就在这里 刚才这里好像是出现了一个 白色的影子吧 那怎么后来就没有了呢 这个白色的影子 到底是什么呢 随后几个人来到了 这附近的废墟调查 在这废墟里 他们发现了一些人的骨头 还拍摄到了一段诡异的画面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這裡是個室罷了 這裡是個室罷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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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吧 是弱子 缀 accounting 其实最让我好奇的并不是骨头 而是那黑暗中的东西 无论怎么看 都像是一个人站在了那里 博主们在废墟中的探索结束了 随后他们来到了这附近的一所 发生过自杀案件的屋子 水流出了 水流出了 冷凍 温情 电池流出了 电池被�在 电池流出了 水取得了 超长点的博主马克西姆 此时正在进行一项很危险的实验 他在2022年的8月 来到了一所很危险的恐怖屋子 据说这屋子里的存在根本不是鬼魂 而是一只脾气暴躁的恶魔 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想和这只恶魔进行沟通 了解一下这只恶魔的精神状态 你能够回答我谁 这只恶魔 这只恶魔 切割 很好吃 屋子里终于安静了下来 看来这只恶魔的精神状态 真的不太好 在2022年的9月 大马龙电影的博主 驾车五个小时 从爱知县出发 在深夜时抵达了千叶县的 一处闹鬼房子 据说 这所鬼屋里发生过 无数起神秘的超赞事件 而且还有许多目击证人 博主们在听完管理员的介绍之后 就进入了这所鬼屋 由于这房子常年没人居住 也不开窗通风 在开门进入的那一刻 一股潮湿 阴冷的感觉 就席卷了博主的全身 他们甚至感觉 这屋子里的空气 都变质了 让人有些难以呼吸 随后 管理员带他们来到了一个 人体模特的面前 向他们介绍了这个模特的来历 还顺便告诉了他们 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模特 有时候会莫名的动起来 还有就是 在这个人体模特来到这里以后 这里连续发生了 很多不幸的事情 想看看 这个模特动起来的样子吗 感谢观看 通过四倍速的观看 我们终于看见了 这个模特的运动轨迹 他为什么会动起来呢 难道这个模特里 隐藏着什么吗 但现在 这都不是博主们要考虑的 因为博主他们 锁在的屋子的门 不知道 被谁打开了 杉藤 他们和面 有一个 可以 宇宙 吻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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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ihnen笑 killed you 音就聞壞了 一定 人体は恐怖 这个cell是 Recht非常受莩的 博主通过门被打开这一条线索 回忆起了刚刚和管理员聊天的时候 听到的奇怪声音 博主把这些线索穿在了一起 分析的结果就是 有东西进来了 那进来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为了能够找到这个东西 博主们关上了所有的灯 把自己隐藏在了黑暗中 安静地等待着 等待着那东西自己露出马脚 一会儿切る呢 有些人是有些人嗎? 脚步声很明显 但是连他的影子博主都没有找到 此时博主们的心里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这个存在充满了好奇 他们决定拿出最后一招 就是独自调查 看看是否能够找到蛛丝马迹 什么发生 这些写真要 可以拍照吗 光线的光线 確かにハンジ声みたいなの聞こえるな ちょっと分かんないですね 誰かいますか もう30分ぐらい検証やってるから帰ろうか 見えないんだよ いやいや 啊 啊 啊 ちょっと 那好像是一只人的手 但 它是谁的手呢 随后两位博主重新会合 商讨了一下刚才的遭遇 虽然刚才的遭遇很可怕 但是 他们还是没有任何的头绪 可此时的时间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两个人的眼皮 已经支撑不住了 好久不住了 好久不住了 好 好吧 恐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我们的节目 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这里是飞鸿禁地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在以后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 未知的世界 黎明将至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